黑色月光中 卓慧云与蒋家的婚姻 原本被视为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然而随着剧情的深入 观众却发现这段婚姻背后 隐藏着无数的谎言与背叛 卓慧云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为了爱情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 嫁入豪门 原本想即便丈夫不喜欢自己 公共婆婆对自己也不错 没想到婆婆对自己 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和气 看在卓浩天的面子而已 实际根本看不起卓慧云私生女的身份 卓慧云明白 她在卓家只有完成和蒋家的联姻 才算是有价值 她在蒋家只有生下男孩才算有价值 所以蒋鸡俊爱不爱自己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一定要怀上孩子 于是卓慧云定期打针排卵 满肚子的针眼几乎晕倒也在所不惜 另外她联系邝永元 收买蒋鸡俊的情人 网红阻呐 让她把蒋鸡俊的经验 在第一时间送出来 卓慧云会在最短的时间 赶往医院做试管婴儿 经过卓慧云的精心筹谋 她终于怀上了蒋家的孩子 蒋哲贤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 又是上山吸收灵气 又是找大师来家测风水 风水大师建议家中最好有事冲冲洗 卓慧云借机告诉公公她怀孕的事 蒋哲贤高兴不已 觉得卓慧云就是自己的福星 并召集家庭成员和卓浩天 当着卓浩天的面承诺 将来孩子出生 她要成立信托基金 家产有卓慧云义份 邝文还死后 蒋哲贤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保业集团暂时由蒋鸡俊掌管 蒋鸡俊为了转移保业集团的资金 中保私囊 私自采用了第一钢材为材料供应商 第一钢材本来就是与满月专门为蒋鸡俊准备的 等到蒋鸡俊供应链和资金链同时出问题的时候 定是父子反目的一出好戏 一切如与满月计划的一样 保业集团的材料和资金出了问题 卓浩天趁机高价垄断材料市场 让蒋家无材料可买 另外找到蒋哲贤 美其名曰借钱 帮助蒋家渡过难关 实则是想吞并保业集团 他换来的 却是蒋家对他的冷漠与忽视 更让他心痛的是 当他发现自己怀孕后 蒋家敬畏了家族的利益 逼他堕胎 这一刻 卓浩云终于明白 他在蒋家的眼中 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 于是 他依然选择了离婚 重拾自己的事业与尊严 卓浩云很聪明 他明白自己的处境 无论是在蒋家还是卓家 里外都不落好 蒋家大势已去 而他也要为自己谋个出路 他要重回卓家当大小姐 与卓浩云的遭遇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他的哥哥卓浩天 则展现出了无私的亲情 与坚定的支持 在卓浩云最无助的时候 是卓浩天站在了他的身边 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当卓浩云决定离婚 重新开始时 卓浩天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 他深知妹妹的幸福 比任何利益都重要 于是 他利用自己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暗中帮助于满月 一个与蒋家有着深仇大恨的女子 整款了蒋家 这一举动 不仅为妹妹报了仇 也让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与勇气 于满月 一个曾经被蒋家无情打压的女子 他的遭遇比卓浩云更为悲惨 然而 他并没有选择屈服 而是选择了反击 在卓浩天的帮助下 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一步步揭露了蒋家的丑恶面目 最终将其整垮 这一过程中 女主角于满月 简直就是女性力量觉醒的化身 18年前 他和妹妹遭遇了一场无法想象的噩梦 被富三代蒋鸡骏侵犯 这一打击 让他的家庭瞬间崩塌 父母被害 妹妹残废 姐姐也疏远了他 但于满月没有被这巨大的苦难压垮 反而像一个不屈的女战士 在痛苦的深渊中 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 她用18年的漫长岁月默默隐忍 精心筹备 这是怎样的坚韧 就像一座屹立不倒的山峰 任凭狂风暴雨的肆虐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面对蒋家 那强大的让人胆寒的诠释 于满月没有丝毫畏惧 他们不断地给他制造重重困难 甚至是双重三重的伤害 但他勇敢地迎上去 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一步步突破敌人的防线 于满月在职场上更是光芒四射 她是一名公关专家 能力简直无敌了 在竞争激烈的公关领域 她又任有余地处理各种危机 展现出的专业素养 让人惊叹 她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 巧妙地接近仇人 就像一个智慧的猎手 耐心地等待着最佳时机 她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 每一步都充满了谋略 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理性思维和决策能力 这不仅仅是复仇 更是于满月的自我就熟之旅 18年的阴影没有把她困住 她勇敢地挣脱出来 通过复仇实现了自我解脱和成长 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弱女子 而是一个充满魄力的强者 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人生 于满月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世界 女性可以不依赖任何人 独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就是那个无谓的勇士 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她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她的美丽外表 更在于她内心的坚定和勇敢 她是女性力量的象征 是所有女性的榜样 黑色月光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无限可能 她们既有魄力去挑战不公 又有魅力去绽放自己的光芒 还有无私的爱去守护自己所珍视的一切 让我们为这些勇敢的女性点赞 为她们的力量和魅力欢呼